黃毓民議員 主席 當民間倡導改善貧富懸殊的政策或措施時 特區政府往往以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則為擋箭牌 社民連主張增加申諷稅和利得稅的累進稅街 籌操更好的社會福利政策所需的支出 曾蔭權就說透過奉行小規模政府 與及奉行稅率低、穩定而明確的稅制鼓勵企業發展 社民連要求回購領回、減少大財產對小市民的剝削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說 由私營機構擁有及管理目標是令經營更有效率 商戶及公屋居民皆可得益 社民連呼籲特區政府 運用公權力限制年賺九十六億港鐵加價 現在運輸及房屋局就說 當局會鼓勵公共交通承辦商提供優惠 減輕市民交通廢害制 當特定政府推行強化地產敗權的政策的時候 它又忘記了大市場小政府 從各百位的自由放任 到下頂基的積極不干預 以致增強的大市場 小政府都是一默相成 保障私有財產權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石 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五十年不變 又有一套《基本法》寫得很清楚 一個主張大市場小政府的政府一定是 揭力捍衛私有財產權但強迫條例 降低強制拍賣門檻 嚴重侵害私有財產權 這就是完全反忌道而行 特區政府的管治理念 真是招循無錯 毫無邏輯可言 唯一的合理解釋 主席 地產霸權才是左右特區政府施政的主要政治力量 由地產商主導的 把百人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 以大市場小政府為擋箭牌 排拒有利普羅大眾的政策相議 但推行有利地產商的政策時 放棄大市場小政府 可以舊區重建這些美麗遲早為包裝 正如數碼說 包裝貝沙灣 西九文化區 就粉飾地產項目 強白條例在一九九八年 由臨時立法會通過 臨時立法會 是踐踏基本法的違章建築 多行不移慶祝難書 包括還原公安惡惡法廢除 勞工集體談判權 取消人權法案的凌駕性地位等等 通過衝擊私有財產權的強白條例 亦是其中一大罪業 而且為禍心軟 臨時立法會通過這個惡法時 賦予行政長官極大的權力 下降強白門檻只需修改附屬法例 而附屬法例的修改 是經過反面議決程序 即是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 首先刊憲公告 然後立法會審議民選議員 如果提出反對 只能夠透過所謂動議修訂 然後又要分組投票 結果又很清楚 分組投票底下 政府只要掌握功能組別 三十席的一半 就能否決任何獲得大多數議員支持的修訂 最近的例子就是最低工資 兩年一檢還是一年一? 一檢有三十三票 反對的只有十幾票 三十三票輸了 今年年初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刊憲通告 公告將五十年以上的 樓齡樓宇強白門檻降到八成業權的份數 雖然廣大市民 和所有民主派議員 強烈反對 大家功能組別 和保皇黨 保鴿護航下 八成強白門檻 行禮如宜 在議事堂 獲得通過 進一步削弱小業主議價的能力 讓大地產商、共產小業主的財產大開方便之門 主席 特區政府、保皇黨和大地產商的九合取容 構成官商勾結的鐵三角 掌握行政立法霸權 如果大地產商進而要求特區政府降低強拍門檻至七成六成 大家都不需要覺得奇怪 特區政府表示降低強白門檻是為了舊區重建 大家可以聽聽香港最大的地產代理的渣必人 他有一段說話就是這樣 港島區半山和灣仔最有價值 舊區包括深水埗和土家和重建價值一般 不是買家的那杯茶 事實上 港島區域和大地產商或收購中介 可以重建價值為第一優先 重建價值不高的舊區無人民樽 舊區重建只是一個謊子 放大地產商壟斷土地資源才是主要的目的 所以本席的修正案 刪除了門檻下降有座促進市區重建一句 以表明我反對政府降低強白門檻的說詞 自從強白門檻降低八成的公告刊登之後 這個 剛才葉劉淑也提到那間田生地產的股價不斷上升 我看見他真是無處不在道道 洪當當田生地產 商標就在那裡偷恆生銀行 差不多樣子 我在九龍城 在我店隔壁有一個 playoffs在九龍城開了一個辦事處 正在他對面 我最近開了一個重建舊區的座談會 請九龍城的業主街坊 在兆基書院 找一些律師各方面和他上一堂 我派了這些單張 說誰來收樓 你先問過毋敏 我會維護你的權益 你看到 這些落釘都在落釘 現在還好笑,也不用收你八成了 21%就搞定你了 反過來走也行 擺明就憶句地 你聽聽這個強制劉宇、拍賣府主大聯盟怎麼說 面對大財團的財力和毫無監管的收購方法 小業主就成為地產商任意剝削、滋擾、甚至暴力對待的一群 其實我也害怕的 我發的單張,我都多怕我有事 最近我店舖邪對面,有一間火鍋給人家晚上兩點鐘五條大漢進去掃牆 我現在都害怕的 所以我和我的職員說,我寫字樓小心點 怎麼說得來 但這些事情我們又要做了,沒辦法了 所以我將來什麼東瓜豆腐 都基本上可以按圖索棋 強白條例給予發展商的特權 可以強制他人出售物業,但沒有相應的措施管制 監察樓宇收購和向小業主提供支援 令到小業主在收購重建的過程的權益得到保障 免於被收購商的不良手法滋擾 我想借這個機會引述毛主席早年的一段說話 我想用普通話來讀 毛主席說 早幾年 在河南省 一個地方 要修飛機場 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 沒有說清道理 就強迫人家搬家 那個莊的農民說 你拿根長棍子 去撥樹上雀兒的草 把它搞下來 雀兒也會叫幾聲 鄧小平 你也有一個草 我把你的草搞爛了 你要不要叫幾聲 於是福 那個地方的群眾 布置了三道防線 第一道是小孩子 第二道是婦女 第三道 是男的青壯年 到哪裡去 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 結果農民還是順利 這樣的事情不少 現在有這樣的一些人 好像得了天下 便高枕無憂 可以橫行霸道了 這樣的人 群眾反對他 打石頭 打鋤頭 我看似該當 我最歡迎 而且有些時候 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 這個是毛主席說的 主席 陽光之下無身事 現在香港的蔡元村抗爭 也是因為要建高鐵 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 沒有說清道理 就強迫人家半家 毛主席認為 這樣的橫行霸道的官僚 全眾當打石頭 來反對他 強迫條例 降低門檻 不是因為要起基建 是因為大地產商 柯索 更大的私利 就強迫人家賤賣私有財產 難道群眾 不該打石頭 打鋤頭 來反對橫行霸道的官僚 和貪得無厭的大財佛嗎 本席僅此陳詞 動議再列於議程中的修正案 多謝主席 請問我